馬蹄蟹保育大師 在這裏請各位以你的掌聲歡迎 林家欣小長 馬蹄蟹保育大師 所以我們今天的題目一定要由馬蹄蟹開始 為何會答應保育機構的邀請 成為我們的大師 首先我非常榮幸 我自己也是一個 嘗試過一個非常綠色的生活 所以去年開始我都吃素 因為上間不太 除此之外就是香港家園 我是一個 所以我只要推廣或宣傳 要去保護我們香港的自然的生態 是很重要的 沒錯 不如趕緊跟大家說一下 你對於馬蹄蟹有甚麼認識 我的認識就是 一直都知道馬蹄蟹 我不知道其實以前是馬蹄蟹 因為以前在酒樓裡會看到類似的問題 以為他是Manta Ray Sing Ray那類 那我就因為做這個保育馬蹄蟹 保育基金的大師 我才知道馬蹄蟹 是更老過恐龍時期的 所以我覺得 嘩 它很不容易 這麼多年的進辦之後 它依然都還在 我覺得我們更加要去保護它 沒錯 其實家人當得很好的馬蹄蟹 不單止是面對著食慾的騷擾 同一時間也是在醫療上有作用 因為某知道馬蹄蟹的能血 在我們測驗一些病毒的時候 是可以做到一種快速的檢定 亦都因為以上的一些用途 令到馬蹄蟹在他們的神傳環境裡面 就受到一些威脅 而這個威脅 說一些資料給大家聽 原來在2000年至2009年 即是這10年的時間 香港野外馬蹄蟹的數量 是下跌了超過90% 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在這方面 做一些保育的 說到保育工作 家人知道有沒有一些 關於保育的動向 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自己在來之前 其實我是很不知的 但因為很榮幸 因為今天這個原因 我就真的學習了很多東西 例如我知道在去年11月 然後有很多大學生 也做了很多修備 問了一千名的香港市民 就問他們關於馬蹄蟹接 已經變成了這個牌蹄的一級別 所以其實狗正是不知道的 然後有一半是不知道 原來在香港是有這個馬蹄蟹的 怎樣如何去保護它 或者原來很多時候它會五步 或者它在泥灘排輪 所以它就變了很多時候 在泥灘他們有很多污染 整個棲息地很骯髒 因此它們就會有這個蹄蟹蟹 其實馬蹄蟹我們本身是叫做厚的 這一點就是原故的民族 原來就是我們的身邊 所以你每個人都可以做一些事情去保護它 希望多些朋友可以認識馬蹄蟹 那嘉穎你有什麼方法 當你做了我們的大使之後 怎樣令到更多的朋友 對於馬蹄蟹有深刻的認識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教育 還有走入校園 我覺得這個保護計劃非常之好 令到很多五千名的中學生可以參與 然後等他們脫了學之後 他們上去翻山去放山它 那我覺得 那你一讓小朋友去認知 問一下怎樣去保護它 然後放山 那希望五月來多的小朋友 他們都可以投入這個保護的工作 對 至於大人來說 不要吃不要賣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我們可以做到的 另外 嘉穎也說到小朋友 其實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 知道很多保護的需要 或者可以怎樣去做 而其實關於馬蹄蟹保護基金的活動 大家都知道 大家可以來到海人公園保護人這裡 就可以讓小朋友更加了解到保護的重要性 令到小朋友學習保護 我想嘉穎有很多的心得 你怎樣跟你的小朋友去講 譬如關於綠色的環保生活的事情 我們連年都在年明的時候 十月十一月的時候 我就會捉兩個小朋友 我們一起去收拾垃圾 去山坦 突然發覺 其實我們上次收拾了八大袋 黑色的 黑色袋 就是月用的黑色袋 最大的那些 對 最大的 八袋 然後 還有很多玩具 拖鞋 塑膠 但我覺得最嚴重 最嚴重 就是發寶膠那些粒粒 細細粒 細細粒 因為實在有辦法去海洋馬界 所以很多海洋新聞 都吞入土的時候 其實他們因此就會佔給我 所以我覺得 如果人人都可以 因為我們街園 我們人人都有站的 我覺得如果每一個人可以 有空沒事的時候 幫忙 爬山灘 垃圾 可以很順利 在那些斷海時期 那就沒有了 我經常都覺得 最後的教育 是可以從體驗 和親身的認知開始 因為這樣 是最能夠讓一個人 啟發到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 去保養我們的世界 保養我們的環境 在這裏 請大家掌聲 謝謝林根小姐 謝謝 謝謝 好開心 非常的緊張 好久不見了